大家好,我是陶姐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款粗凉红豆饼 粗凉细作,蓬松薛软 多吃粗凉,营养又健康 下面我们一起开始吧 首先总备130克红豆 用清水洗干净 倒入电饭煲 再放入2克小苏打 只接按快速煮饭节 半小时就可以了 煮好暂蒙5分钟 然后总备150克玉米面 少量多次的加入100毫升开水烫面 憋到憋搅拌 搅拌成颗粒状 打入两颗鸡蛋 搅拌均匀 再加入3克酵母 20克白糖 150克普通面粉 搅拌成絮状 揉成一个光滑偏软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醒发至两倍大 接着将煮熟的红豆 控干水分 倒入大碗里 放入30克白糖 白糖的多少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脏解 把红豆倒成泥 倒好的红豆泥 如果有点干 可以加入之前 控出来的红豆水 拌成粘稠状 像这样带有颗粒感的红豆蟹 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然后取出发酵好的面团 揉面盘器 揉好后平均方成两份 取一份面团 直接放到桂油籽上面 轻轻按压 擀成圆饼 差不多8寸盘的大小 放上红豆馅 拿勺子轻轻涂抹均匀 再将面粉面团 擀成圆饼 盖在上面 把边缘按压捏合好 整理圆肉 再将表面擀平 然后提起油籽放到烤盘上 表面再薄薄的抹一层面粉防粘 盖上保鲜膜 饧发20到30分钟 饧发至体积免血变大 上面再刷一层瘸蛋液 撒上白芝麻 烤箱提前预热5分钟 上下火180度烤25分钟 具体时间和温度 要根据自己家烤箱调整 时间到 我们的玉米红豆饼就烤好了 色泽金黄 看着就想吃 晾至不烫手 切开看看 外酥里软 里面弹性非常好 玉米香味浓郁 放凉也特别好吃 粗粮细做 营养美味又健康 特别适合三高人穷和解飞的小伙伴们 强烈推荐给大家 喜欢的朋友快收藏起来 有时间试试 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加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吧